金锤王王仇杖 银枪李慧阳 大力开备手 再起车 神鞭王周成义 你们几个真的要和我决斗吗 如果你们动手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你小子也太张狂了 来 要上 一起上 哎呀 哎呀 啊 之后 快 师父 吉鲁四街在外面 快请 已经死了 师父 您看 七鲁四街武功不弱 竟然被人一剑封猴 真是不可思议 师父 看来这个蓬莱人不太好对付 是啊 一剑杀死了四个人 好厉害的剑法 白老英雄 那蓬莱人实在太猖狂了 望白老英雄为我们做主 替我们报仇 请白老英雄为我们报仇 我身为山东武林盟主 择武旁贷 更何况 七鲁四街是接老夫的命令 举动那个蓬莱人的 此事 老夫我 绝不袖手旁观 师父 师父 人来了 那个蓬莱人 给我下了战术 他 约我比武 您慢用啊 你和齐鲁四街有何冤仇 为什么要杀他们 公平决斗 我输了 他们也可以杀我 你到底为何而来 目的何在 我要挑战中原所有的成名剑戈 你一不报名号 二不报失城 就要杀我中原武士 卫免太猖狂了吧 就算你是这里的武林盟主 也一样 没有交过手 不能走 除非你回答我三个问题 否则 老夫我不会和你交手的 没有人可以跟我谈条件 对面可是拔命园吗 正是 前面可是王大侠 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也刚刚听到白三空白大侠的消息 说是来了个北方蓬莱人 的确如此 我就是为这事来接你的 有王大侠这样的高人在 我们还怕那个蓬莱人不成 那是 由山东武林盟主清平剑客白三空坐镇 我们怎么能怕了他呢 对呀 王大侠说得对 走 走 走 徒手比三招 不伤人 舒等回答一个问题 你输了 你叫什么 虎颜大葬 怎么会这么像呢 怎么会这么像呢 你又输了 问 从蓬莱到我们中原 目的何在 找到天下九大名剑 完成师父遗愿 什么九大名剑 师父说过 古代中原留下九大名剑 你说的是传说中的战卢 纯军 还有龙渊 太厄 那只是传说 不一定是真的 师父说有救药 说 你帮不帮我找神剑 除非乾坤颠倒 日月变色 初剑吧 炖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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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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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刀啊 会 散 人 那 快来 说人命了就怎么办呢 一个人 corporation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大象 我们来晚了 师父临终欠 刘叔给我们 希望我们这些弟子 能够投奔少林武当这样的门派 好好习武 少下放心 白老英雄是为中原武林而死的 我为你们担保 一定能让少林武当收你们为徒 盖司的魔头 闪动武林 人人得而助之 各位英雄 对付这个杀人魔头 不要和他讲什么江湖道义 他竟然乱杀无辜 我们也依用而上 杀了他 杀了他 那个蓬莱人 我们早晚要收拾他 不过 他毕竟是和白大侠约定比武的 刀枪无眼 我们不能不讲江湖道义 他不问青红皂白 从渤海到济南 连杀数人 这不是乱杀无辜是什么 如果跟这种人还讲什么江湖道义 再让他伤几个人 中原武林的颜面何在啊 我们一定要给白老英雄报仇 给白老英雄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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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入虎穴言得后辞 给白老英雄报仇 给白老英雄报仇 混蛋 混蛋 今天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们没资格跟我动手 滚 等一等 王大侠 我们几个要为师父报仇 请王大侠不要干涉 诸位少侠 你们这么做 可是有愧于白大侠的在天之灵 命不要 中原武林的名声不能不要 我 更何况 你们也不是他的对手 你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才是大丈夫 难道 我们会怕死 可是 你师父的话可以不听吗 你师父交代给你们的事 也可以不去做吗 你死了 谁去照顾你师父留下来的最后一滴骨血 是 方宝玉 谁管哪 你先杀了这个魔头再说 你没那个本事 别去送死 我 你功夫不错 你是来比武的吗 在下 是来给你这条明路 你什么意思